说唱快讯 一样13D Baby与丁珍合作的歌曲 《马曲姑娘封面被纸抄袭》 13D向丁珍道歉并更换了设计师 重新设计封面 蛋壳近期送给老婆西子 一辆劳斯莱斯库里男 西子发文表示 自己刚刚结束月子蛋壳 就给了自己一个惊喜 当时还奇怪下午两点多 怎么叫自己出去吃饭 结果是送一辆库里男 TY与JK Echo合作的歌曲 抄此前因为TY部分歌词问题而下架 但近期这首歌又重新上架 不过遗憾的是 TY部分 众多歌词被消音 告选老及成员小爱 爱此前因为歌曲内容问题而被封杀 近期小爱宣布将会改名为Eddie 盛宇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A2刘富阳是国内最厉害的rapper 近期 A2刘富阳接受采访时 也表示盛宇可能是国内最被低估的rapper 并说到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盛宇的说唱实力有多强大 某位粉丝把该写进论文 该直接去评论区鼓励这位粉丝 美好的未来在等你 加油